安吉渔村是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 渔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平镇 政府驻地西侧 虚伪优势明显 业态资源丰富 有良好的创建基础 2021年 安吉县按照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行动 部署要求 聚焦一统三化九场景创建目标 对标省未来乡村成效评价体系 落实落细渔村 未来乡村创建示范工作 积极推动 公共设施 便民服务 智慧平台等场景 全面提升 2022年4月 渔村被列入全省第二批 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村 在数字化改革 1612体系 及未来乡村139顶层设计的引领下 渔村围绕 永当绿色低碳发展的碳路者 加快建设 共同富裕绿色样本 重大使命 以绿色经验 赋能绿色发展 创建乐游型 未来乡村 在渔村 我们的美好生活 时时刻刻 正在发生 我们迎着清晨的阳光 开始新的一天 看见孩子们的未来 有更多可能 惦记家人们的身心冷暖 我们阅读探讨 关于未来的遐想 把放错的资源 重新归类 为长者 呈上热气腾腾的生活 给成长 增添更多能量 让村民们有施展 遗迹之长的空间 在绿水青山中 发掘金山银山 和邻居们 共度欢乐时光 为每一个安睡的夜晚 默默守护 这就是我们的渔村 以未来乡村的全新面貌 展现在世界眼前 恩吉渔村 未来源乡 恩吉渔村